夢境是真、是假、是實、是虛、是過去還是未來 緣疑夢裡尋一日為你解答 好,回來緣疑夢裡尋了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我要把這件事告訴大家 Kochra,請問你何時要工作 交什麼?做的事? 都未到期 那你都要交的,你都要做的 我們節目都是星期六才播出 我每一次都是星期五才交給他們 都沒問題的 那你如果真的有什麼 拆著人有什麼事的話 那就交不了 你最後才做,那怎麼辦 其實每個都是這樣的 每一個designer,每一個從事藝術工作 都是會撕一個 deadline才交 等等,大家等等 等等,兩位專業的演員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亞視級的Cat Affair呢? A2A A2A Acting 那你倒閉了 其實很流 發生什麼事? 不是,但是這樣的 我發現其實這些對話 經常都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上 我追人也好 別人追我也好 所有都是每逢deadline的時候 之前那天都是被人 說什麼時候做的 什麼時候做的 其實我也很想做的 不過呢 但是總有 我們不會反思自己有沒有錯的 是啊 不是,應該這麼說 去到deadline那天 一定會後悔的 哎,總之早點做啦 要不然我不用現在開通頂了 經常都是這樣的 其實原來這個是一個症狀 沒錯 這個叫什麼呢 拖延症 有什麼特質呢? 請問拖延症 剛才你說了 你的特質 就是那些 其實拖延症很多人都有 不過呢 就不容易覺得自己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拖延症的人 也都身邊一大群拖延症的病患者 一起一起工作 那會怎樣呢 就是大家鬥拖 類鬥類 那譬如以前讀書的時候 group project 那現在 可能一起teamwork做事的時候 就特別多些問題 那會有這個情況 那一般來說 譬如拖延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些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 拖拖拖拖拖 拖到最後 你是知道要做 你是知道要meet that deadline 但是呢 你到最後都是 未到最後一刻 我都不會開工 這樣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剛才我跟他在那邊聊的時候 說我是有的 我是絕對有的 我自己都承認的 我都承認的 就是我不到最後一刻 就是真的要做了 如果真的知道不做 就做不切 那一下呢 我才肯做的 因為跟著我就說 會不會是職業的問題呢? 譬如我們從事藝術工作的 總有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但是這樣 我初初我不覺得是職業的問題 我只是覺得自己懶而已 就是 我不會覺得自己懶 是懶 我也承認自己懶 但是也要保持自己懶 只是 因為未到 對 我只是承認自己懶而已 所以才有拖延症 還有我經常有一個理由 就是覺得 你這麼早做就又是改 改完又改 我又是提出了這個論點 改完又改 不如拖延之前 迫自己不要改 嘔一些最好的東西出來 更好 這樣的 這些理由都挺充分的 就好像 有人 有人於酒 然後每次都想到新的理由 去領自己有酒的 是 沒錯 沒錯 還有一定是我 其實有階段性 很多時候 開完症的人 有什麼情況出現 心理狀態是怎樣的 首先 他知道有事情要發生 或者要去處理 第一個階段 就是他會想一下 不要緊 大把時間 然後就先玩 或者其他事情先做 其實可能不是真的做事 簡單來說 然後慢慢去第二個階段 就是開始想 擔心恐懼 糟了 好像有件事 我還沒做 但我知道自己要做 但是不要緊 還有時間 會自圓其說 第三階段就開始 就開始想 不要緊 反斷也是 都棄了這麼久 不要緊 就不爭在 對 對 第四階段 就開始擔心 糟了 又好像 又沒有那麼多日子 又近一點 怎麼辦 不要緊 還有最後階段 繼續 到第五階段 就是 馬上趕快說 糟了怎麼辦 搞不定了 有後悔 不斷來的 這個惡性循環 導致自己 帶來很大的壓力 原則很大的負面情緒 甚至會覺得 後悔 為什麼我當初不一早做了它 這個經常都在想 為什麼不當初一早做呢 但是 又是剛才那句 就算我一早做 反正都改 不如 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對 譬如我們說 deadline最多是什麼 入proposal 對 入proposal 一定是 為什麼我可以說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去交 form的時候 可能你去政府部門交 永遠你遇到全部 很多人一起交 都是最後那一天 不會預早交 其實人家 suppose是那段期間交 對 不要問 別人給你一個月了 為什麼你們不交 這樣 但這個真的是這樣的 真的 那是什麼 真的 拖到最後 拖延前 大家很喜歡 deadline的時候 才是 死線老師來的 大家都是 但是我剛才跟他分享 就是 我以前做account的時候 我又沒有這個 都有deadline的 每一樣東西 可能你船旗有deadline 其實你未到的 你可以不用做字 不用去船公司 不用做其他事情 suppose是可以退錢 我們以前就習慣 我啦 我習慣就是做完先的 做完先的 可能還有一星期船旗 其實可以最後那一天 才做都可以 但是以前呢 就 慣性是會做完先的 但是是不是性質的問題 就是 你這些很明顯是很系統性的東西 就是不會有人說你錯 就是你做完 不會遲些做會做得更好的 都是這樣的 就是 那隻船不會快點來的 就是 不是 你不會 遲些會有一架更漂亮的船 給你 當然要先做它 這些很一板一硬的東西 對 性質不同 但是我們不是 譬如我做design 我一定不想那麼快出給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權改 要求改 就是 當然要先給你 你要改 關我鬼事 對 那就是proposal 我那兩隻字 真是後悔地上了那兩隻字 那就 又要改 然後又要想 所以是不是也有關係呢 經常都說 有雞鮮 有蛋鮮 你剛才說得很好的 你以前不是這樣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有時候都是的 很難心究竟 什麼問題 至少不是天生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這個是一個習慣 是我們學習回來的 從小到大的 譬如剛才所說 如果我神祖已經做好了 就不斷被人改 或者又會後悔 慢慢習慣了 你這件事是這樣 但是引生到其他事情 其實你都會這樣 可能開頭的時候 純粹是工作 譬如做設計的時候 我明白的 我都做設計出身 所以我明白 我這麼早訂了給客人 就是等他有時間去改我一些東西 我不是很笨 是不是 我收一次錢 又要說無限次 所以都會導致 但是問題 你這件事你這樣看 然後引生到其他 變成一些習慣的時候 其他事情你都會這樣做 有一個情況 就一定會出現的 就是去到meet deadline的時候 可能很急 身邊的人很急 然後找那個人 那個人是實在中的 是必定 是不是 肯定 是最多 是必定的 必定是這樣的 然後其實就引生到 我剛才他說的那些 循環 其實當事人要做的 又有很大的壓力 是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面對你 我告訴你 因為我之前很難 我有胎炎症 就不行這樣 我們人人 大部分人 其實都是一個逃避型的人 這是我們的天性 但是問題是 你怎樣去學習 去改善 克服 我自己以前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就是 我節目講過 我自己本身 學習又快 然後又好性 所以如果我學到錢 喝酒 什麼那些 吃煙 我肯定很快上手 那些東西 吃得比別人狠 那些東西 所以我學習就是 那我不學就行了 不學不用煩 拖延症也是這樣的 我自己本身 都是一個 都挺拖延 我都會這樣想 就是我這麼早做完 做什麼 那些東西都不變的 或者我都會 撕到那些 但問題就是 我小時候 發現一件事 為什麼 我要做暑期在業呢 去到最後一刻 才做 然後要熬眼睡呢 我慢慢發覺就是 其實這不是一個辦法 那我就試一下做一件事 怎樣呢 逼自己改變 就是第二年的暑假 我一開始的時候 一個星期 做了所有的暑期在業 嗯 然後去試一下 想一下 有什麼不同呢 我發覺一件事 我整個暑假 其實我真的享受暑假 而之前就是 不斷擔心 數著死了幾多天 倒數 死期就到了 那些 那慢慢我開始發覺 原來有個好處 做完先 然後去玩 原來令我更加輕鬆 和更加開心 我反而見到一些同學 哇 每個開學的時候 9月1日 每個熊貓 這樣回來 因為趕著 你很明顯 我是趕那些來的 是啊 所以其實根本是 沒有什麼真正享受暑假的 所以我個人 就是比較 希望能夠享受到的時候 我就 OK 我知道自己有這個問題 那我就改善了 反而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 還是關自律的問題 當然也是 這個 因為我是沒有什麼 因為我沒有什麼 其實這個道理我明白了很多年 是人人都知道的 是人人都知道 是人人都知道 總之你早點做完 媽媽都經常說 你做完 趕快做完就做完就玩了 但是 總是提不起勁 拿著筆 因為你當然覺得拿著筆 我都不想寫 不如先做其他事情 然後又是沒有做過的 所以就是 其實你會不會是 自我管束自己 可能會比較 所以我為什麼說我自己懶呢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真的懶到 不想繼續做 那我就寧願自己之後 辛苦一點 既然不想的時候 我不用做了 其實呢 我就更極端一點的 如果你說暑期作儀給人 就是殺人 就是9月1日才不炒 不是啊 我沒有做的 他做極端一點 因為呢 我清楚我是 因為沒有用 我也是覺得沒有用 上一集就說 必知休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那些事情愚蠢 那時候我真的這麼多年 一二三年班應該都有做的 肯定四五六年班就沒有做了 因為我 亂寫 亂寫 你第一次亂寫的時候過了 你之後都會亂寫 因為其實那些 那些 那些不會對的 為什麼呢 給我發現 給我發現 那些 暑期作業 其實一閘一閘綁起來 其實沒有改過 沒有理過 的情況之後 我就亂寫 第一年亂寫 第二年亂寫 所以我根本 我有提早做的 提早亂寫就行了 你覺得那些暑期作業 真的給你做這麼火勇嗎 那時候是想的 因為不是 他套養牌你 交帳給家長而已 我有安排暑期作業 所以我是沒有拖延症 哈哈 他又亂寫 是沒有的 其實我們大部分人 都是有傾向的 傾向的 傾向的 只不過我們怎樣改善 其實都沒有 好像你們兩位 假設你有拖延症 其實你都活到余今都沒有死 是 那我這個 一早已經要做完 然後希望能夠享受 一些的過暑期 那我都沒有死 但是算不算 這一種症狀 其實沒有 不一定有個必要性去 醫治呢 都是那樣事情 看你有沒有影響自己 或者影響其他人 但是很多時候 這些拖延症的病患者 很多時候 不要這樣說 拖延症的人 很多時候會影響身邊的人 很多時候會影響 甚至工作 都會影響到自己的 都會的 我明白的 因為我身邊 你想想我們多少拖延症 就是拖延症的 是拖延症的 是拖延症的 但是其實你想想自己 也是有這樣的患者 不過其實那件事就是 如果那個拖延 我自己寫的 你管我什麼時候 寫好 總之我吵架了就行了 但是 如果你是要一起寫的 或者我要等你的資料 我才能做到事情 那我就會拖延症 那件事 為何你快要做事 為何你要逼我去埋死角 其實心不刺到肉 是不拖延症的 或者改善了的人 就很痛苦 跟這些 一大群人在工作的時候 說他拖延症 這個人那個人 就會很火滾 不是 我可以的 我會理會別人的感受 你言下之意 要是誰不理會人的感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過很有趣 一件事 我有轉變的 因為譬如 剪節目 剪自己的節目 這樣算 我之前 永遠 現在錄了 可能還未到期 那就前一晚才會剪 那其實 我會 那些叫什麼 我預計不到 我那一晚有沒有其他事情做 或者去玩 對 突然突發 如果我要去玩 我又要去玩 我又要去玩 我現在為了去玩 就立即做完所有事情 因為其實 不難的 這件事 不難做的 你弄完 然後電腦自己動 然後就可以上台上台的人 就可以了 這樣 但總是拖 總是拖 我想分享一下我這個 拖完症的個案 就是因為我今天 其實在這集節目之前 我就去做了一個 presentation 其實那個presentation 已經在 我想是一個星期 甚至兩個星期之前 我已經知道是今天 這個時間 其實那個presentation 寫好了 寫好了很久 可能幾個月前已經寫好了 但是呢 我就不斷拖 因為我要做presentation 我一定要看那個presentation 那我打算 寫了 兩三天前好看一看 但兩三天前都沒有看 很明顯就是 今天要做presentation 就只是昨晚 即下午 開一個presentation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想一下自己要說什麼 那才去 因為為什麼我又這樣想呢 就是剛才那句 如果我兩三天前 撿下了些東西的話 那我今天就不記得了 其實都會的 會的 不過問題就是這樣 其實有得修改 令到件事更加好 不是更好些嗎 是的 有花飛過了 你立即這樣問 其實說的一件事就是什麼 我們任何習慣都好 你要將一個負面習慣 不要習慣 去改成一個好習慣 必須要有誘因 是你覺得 心甘情願之餘 那件事對你有好處 那你看到好處 那你就自然會改 總之呢 如果有拖延症的人 他不影響到人 或者不影響到自己 那你自己想一下 但是呢 當然盡量都改善一下 退了一天 或者將自己的deadline 設定給自己 我現在都會是這樣的 即是不用自己迫到 迫到懷腸角 迫到懷腸角 壓力都挺大的 好了乖了這樣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回來繼續吧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